降低利率是鼓励有条件的家庭购房 结果却导致了提前还贷 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 结果很多年轻人不交社保了 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 结果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 高房价为了鼓励年轻人奋斗 结果他们却选择了躺平 很多人都会疑惑一个问题 还钱还能把银行还破产吗 答案是会的 按理来说 银行应该希望你尽快还钱以充裕资金池 并支付利息进行高周转获益 那为什么还款会让银行破产呢 原因就是银行并不满足于你按月还款产生的缓慢利息 比如你借贷100万 5.88%的利率 还款周期30年 还款总共220万 银行要是老老实实等30年 那钱两下就被借光了 不仅利润有限 还要考虑有人不还钱的各种坏账问题 那么银行的实际操作是什么呢 银行把你这张总金220万的借条拿到手以后 会把它以150万的价格卖出去 这个售价是以你会老老实实稳定的还款来制定高低 也就是优质贷款和次级贷款 房贷对银行来说就是优贷贷款 你不还我就把你房卖了 例外不亏 于是买到这张借条的公司 等于直接赚了70万到手 只是这70万需要30年才能兑现完毕 显然他们也等不了30年 于是他们买了一大堆这种借条 凑了100亿 把这些借条作为一个整体打包 投放在金融市场上 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比如名声发展基金AE 谁都可以来买 刀柱为低风险 年利率为2.75% 然后很快手里有闲钱的客户群体就买光了这100亿 算上应支付给这些客户的2.75%的收益 净赚10亿到手 但支付给这些用户的钱也不是一下就付轻的 所以实际上收益有远超10亿的资金 接下来的是相信你也能想到 比如先留下5亿去缓慢支付客户收益 假如可以稳定支付两年 剩下的91又可以到银行那里去买借条 买了借条银行又有钱借出去了 借条买到手又可以发基金债券 又会有客户买 客户买完又去找银行买借条 银行又有钱借出去 雪球越滚越大 直到每个人都被付到债务为止 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出来说我要提前还贷 100万30年220万的总还款额 算上为月金 一共还款120万 可银行已经把这张借条150万卖出去了 买到借条的人把它按220万的价格卖给市场了 现在有人提前还了款 相当于220万的收益不存在了 120万的利润不存在了 10个人100个人这么干 银行可以门声吃这个亏 因为利润兜得住 但是100万人都要提前还款呢 所以这个热闹恐怕你我都看不起 不要觉得你没存款低收入就能置身事外 有人本来能赚到的钱突然没赚到 是会发不出工资的 是会倒闭的 员工是会失业的 商户自今无法周转是会关门的 收入降低的同时物价起飞 这时你会发现又赚不到钱东西又贵 又找不到工作 吃饭都得由由于鱼金打细算 你月金打细算 商户约挣不到钱 于是更多的商户关门 更多的人加入你的阵营 所以烟花虽美 但是造价巨贵 可怕的是 最终买单的还可能是看烟花的人 天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